股市1.0 我是石玉玲 加入1.0跟我就能赢 今天是8月3号礼拜三 在陪阿姨访台之后 今天的台股依旧还是属于一个 下跌量缩的格局 在这样的下跌量缩的格局 在目前的量能萎缩 急动量的过程当中 你应该要知道 大户在想什么 大户在做什么 所以今天一点你要在节目上面 来告诉大家 当急动量来的时候 大户喜欢买什么 这是我们接下来 8月份的一个操作思路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盘的一个走势 从大盘的走势很明显的发现到 今天量能萎缩到一个不行 没有量能股票就没有办法百花齐放 但是在陪阿姨来访之后 我认为指数它不是重点 重点是选股的关键 那当然很多人会很关心大盘的位阶 但是如果你是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在开盘之前都能够收到1.0精心 帮大家准备的盘前抢先报 我今天盘前抢先报我怎么说的 我说今天的大盘会在开盘之后 先来测试20日均线的一个位阶 在测试的过程当中量能萎缩 就容易形成低开走高 而且收红的表现 所以今天盘中一度的油黑翻红 但是多方的量能不济 又形成了一个震荡拉回来 但是我认为拉回来是好事情 拉回来才酝酿出 接下来更多上涨的空间 那重点是你接下来要买什么 买什么才能够决定你赚钱的关键 所以我还是特别告诉大家 主轴不变 主轴在车用 网通 生计 工业电脑 以及高卷之比的这方面 而今天1.0要告诉大家的是 如果你是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都能够在开盘之前 先掌握到行情的脉动 因为1.0有全市场 独一无二的盘前抢先报 那如果你想拥有 如果你想要看得懂 行情做得对动作 1.0的股市 1.0喜玉玲YouTube频道 欢迎你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也谢谢我们所有李宁家族 家人这一点的支持 然而1.0要告诉大家的是 今天今天的节目的重点在哪里 今天节目的重点就在于量不见了 在极动量来的同时 今天的量能萎缩的同时 大户在想什么 大户在做什么 大户喜欢买什么 这个是对于很多实战操作的人 必须要关注的重点 而今天当指数整理量缩的一个过程当中 耿鼎拉回来 重期下跌 那拉回来怎么办 那接下来行情还会不会拉回在上呢 那当然在卷之比高的过程当中 连一光甚至阳明光今天形成了一个后发先制N字形的突破 谁说这些股票涨不动呢 都在今天1.0的节目当中会一一跟大家分享 好首先先来关注一下 在实战操盘的过程当中 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重点 重点是在大盘的量 那1.0我特别跟大家讲 今年大盘成交量跟去年来去做相较的话 去年动辄都有五六千亿 而五六千亿的量能够让很多的股票 形成了一个续工续涨的关键 但是今年的量低于两千亿以下 而且今天的量呢又来到了急动量 所以在急动量的过程里面 我们必须要选对股票才有钱赚 那当然很多人都说 新低量会不会有新低价 一点你要告诉大家的是 往往在下跌量缩的过程当中 它是一个底部的讯号 它是一个底部的锤链 而在每周一次实战零距离里面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 万事以下国安基金心里有你 有没有 所以在目前大盘量能萎缩的过程当中 从市场上面在观望嘛 观望的气氛很浓厚 所以部分的买盘资金 他们在去选择来去做高出低进的短线操作 而目前我们在操作的重点当中 第一个我们要去选择营收 因为呢在8月10号以前要公布营收 而在8月15号之前又要公布半年报 所以营收财报为我们选择一个呢 基本面的一个重点 那当然在大盘的一个走势而言 我必须要特别告诉大家 接下来我们就关注大盘 能不能够守住月线 能够守住月线 守稳月线 我认为对于多方是有利的 那对于多方有利 就容易形成了一个拉回再上的走势 好 然而一点你还是要套一点告诉大家 工业电脑 工业电脑光是振滑电 或者是广机这一档标的在今天大盘 量缩下跌的过程当中 它还是形成了买盘震荡攻坚向上 我们来看一下工业电脑 其实呢工业电脑是1.0在5月份的时候 当大盘在跌的时候 当大盘在形成了一个重挫的时候 我特别告诉大家这个方向 很多人在第一次听到1.0的一个呢 影片的时候 看到1.0节目的时候 都会对于工业电脑产生了一个质疑 工业电脑会涨吗 怎么去年都没有涨这样子的一个产业动向 因为去年工业电脑是因为受到了缺料 缺IC 尤其是呢目前现阶段 在缺料的一个呢状况缓解之下 工业电脑它会形成了一个呢 下半年甚至明年会更好的一个表现 而且呢在景气有疑虑的过程当中 工业电脑的毛利 它是比较不受影响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 1.0在5月的时购 我就独排众议的告诉大家 工业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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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工业电脑非接触的商机 1.0是上开3000以上 我已经把目标定出来 而且股票的一个轮动的效应 跟着1.0就能够掌握得到 那为什么1.0看到 非接触商机的一个部分 重点是在疫情结束之后 以后的一个行情 以后的一个受贿 你会发现到 我们现阶段呢去呢 餐厅点餐 很多餐厅呢都非常的自动化 你可以透过平板 可以扣到手机 甚至呢我们在开车的过程当中 完全呢不用摇下窗户 它可以扫描你的车牌号码 就可以自由进出 这个都是非接触的商机崛起 所以很多东西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但是你有没有用心的去体会 就像工业电脑当中的广机 就像工业电脑当中的飞结 好我们来看一下飞结好了 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 今天的飞结形成了连两日的黑K下跌 那我想问大家的是 连两日的黑K下跌 它到底是买点还是卖点呢 你一定要好好的想一下 因为工业电脑的个股 它会一档接着一档涨出去 你不要等到涨出去的过程当中 才可以一点点讲说 还有没有第二支工业电脑广机的 这样子的标的 你可以发现到今天的广机 今天的广机又再创新高 创新高代表什么 创新高代表压回的过程当中 你敢不敢买进 而在广机压回来的过程当中 我有没有事先告诉大家 工业电脑的涨势根本还没结束 来请你看VCR8050的广机 来今天的跌 今天的跌有没有亮啊 朋友们看一下 今天的跌有没有亮 无量下跌是干嘛 是第一阶的机会 因为它根本还没有涨完 好的刚刚的VCR大家看得很清楚 当当天大盘大跌了129点的时候 你心里是最慌最恐惧最害怕的时候 就像昨天 昨天大盘大跌了200多点 陪阿姨来 陪阿姨来台股大跌台股跌倒 但是呢我有拿出重要的资料来告诉大家 每当地缘政治风险来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用长线的角度来看台股 那个都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那重点是要选对股票 而工业电脑的广机 当它在大跌 当它在拉回 我也没有事先公开告诉大家 工业电脑的涨势根本没有结束 那我问一下 哪一个老师像1点一样 能够在跌的时候告诉大家 它没有结束 哪一个老师能够像1点0一样 在跌的时候告诉他 就是一个买点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叫做看盘的实力 我跟很多老师不一样的地方是 很多老师都是收环盘 事后放马后炮 但是1点0都是怎么样 讲在前面 而且操作在前面 带领你 你家族家人布局在前面 而工业电脑的广机也搞 你可以发现到 像今天的振华店 又再度的再创新搞 甚至微强电 我们来看一下微强电 微强电也是工业电脑的个股 而且微强电的个股呢 也形成了一个功高向上 而这些个股是不是1.0事先来告诉大家的 那当然 既广机之构 既振华电之构 来要特别去留意一下 特别去留意像是振华电的这样子的标的 比大盘领先打底 而且卷之比又高达了三成以上的标的 甚至像是五峰甚至像是飞捷 来我们特别讲一下五峰好了 五峰为什么1.0在这里来去做看好的部分 第一个他也叫做工业电脑 第二个他有易购数位转型的商机 那再来五峰他接下来订单能见度会转好 而且营收会稳定成长 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股价表现 从他的股价表现而言很明显的发现到 低位形成了一个转强 但是今天的量真的爆的太大 爆大量的过程当中 切记不要去追高 什么时候可以买 跟着一点你的指令来去做操作 那当然除了五峰的这一档标的之外 还有飞捷 飞捷连两日的量缩拉回来 但是量缩拉回来我认为是一个机会 因为接着受贿于欧美的解封 再加上美元的受贿 别忘了台币都持续的贬值 当台币贬值的过程当中 收美金的公司 他就是后续有利的股价关键 所以很多股票拉回来下跌 它是一个机会 但是这个机会你看不懂 你不知道 所以如果你现在掌握不住机会的人 跟着1.0同步的进场来去做操作 那当然星际 星际的这一档标的它也是比大盘领先打底 而且领先打底的过程当中 它也是属于工业电脑的 所以我告诉大家 工业电脑除了广机 除了振华电 还有星际 我们大赚最好赚的一段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台湾工研院产业分析师出身的1.0 会帮你掌握到一档接着一档 复制广机的模式 复制星际的模式 复制振华电创高的模式 因为我说过 我是全市场唯一一个取得 中国证券期货黄金三个证照的女超盘手 而且我有一套赚钱的方法 我说过这一套赚钱的方法 我们从机梗面向出发 基本面 技术面 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帮我们的家人 掌握到广机最好赚的那一段 星际大赚放在口袋当中 所以呢 顺便插播一下 因为今天哦 东森财经节目 盘中有特别邀约我 所以明天的早盘 以及周五的早盘 盘前的8点45分到9点10分 这个时间段呢 由东森财经主播佑达 会跟我行程直播的连线 所以如果你想要知道 盘前到早盘的一个呢 操作思路的话 欢迎你加入股市1.0 许玉玲YouTube频道哦 那也谢谢我们所有 李宁家族的家人 对1.0的支持 然而1.0要特别告诉大家 一档会涨的股票 一档能够帮你赚钱的股票 能够帮你找回赚钱的信心 找回赚钱的企图型 我说了 我们的领领家属的姜妈妈 她自从加入1.0的行列之后 她发现1.0真的跟其他老师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 这是今天姜妈妈告诉1.0的 今天姜妈妈告诉1.0说 1.0你不只会买而已 你还会卖 重点是当全市场都在讨论重期的时候 我请姜妈妈先把她手中的重期 在高位先获利拔档 先赚钱入贷 所以我们重期是赚到最好赚的那一段 而重期拉回来什么样子 是可以进去买的 你知不知道 你跟着1.0盘中的操作 你就能够知道 而姜妈妈透过1.0 有买有卖的操作 一档会涨的股票 我们大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而且我们把最好赚的那一段 放在口袋当中 我相信姜妈妈做得到 你也一定做得到 而现阶段大家从量的角度就可以知道 从量的角度就可以知道 因为现阶段大家对于这个行情是没有信心 但是你一定要相信1.0的话 当全市场的散户都没有信心的时候 这里反而酝酿出很多很多很多 复制重期第二的赚钱机会 所以我认为一档能够帮你赚钱的股票 找回赚钱的企图心 找回赚钱的信心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而谁能够做得到 1.0能够做得到 所以姜妈妈能够做得到 我相信在1.0节目当中 看1.0的你 你也一定做得到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你绝对做得到 你不要对于你自己失去的信心 好 那当然7系要到来了 行动的7系倍数的浪漫 你会发现到1.0锁定的股票 哇真的是党党喷出 党党创高 重期梗鼎广激再创新高 而在行动7系布局的关键在哪里 当然是锁定万五的涨势生力军 所以接下来1.0在8月份 要让你感受满满满满的倍数获利 所以小老鼠OK一切爸爸 立即填表加入 我们一起布局8月份的长辈股吧 好的 那当然今天要特别跟大家讨论一下 机动量 在目前大牌没有量的过程当中 那我想问的是 你知不知道大户在想什么 大户在做什么 大户喜欢买什么啊 好 那说实在的 我就告诉大家高卷之比的个股 这个部分呢 其实我早在之前 元宇宙在涨的时候 我就告诉大家 其实元宇宙它并不是在涨它的一个基本面 它最主要是在涨它的筹码面 它的筹码面是具有高卷之比的题材 就像呢大户有买进的剑达 它的卷之比高达将近快六成 威胜的卷之比也高达将近快五成 卫数的卷之比也高达将近快五成的一个幅度 甚至先进光也高达了两成以上 阳明光哇更是下下脚 它的卷之比高达了五成以上 而这种光学的带动效应之下 它也带动到今天的涟漪光也高 大力光也高 涨势的扩大 我们来看一下 3441的一个涟漪光 涟漪光今天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突破在上的走势 而突破在上的走势 拉回来它就是一个很好的买点 甚至像是呢大力光 大力光呢在1.0讲完之后 我在7月19号上这不是新闻的时候 还特别特别点名到大力光 当时候娟姐还问我说 这么高价的个股 1.0你看好 当然看好 而且我也带我们的家人 去赚到大力光最好赚的那一段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跟着1.0一档接着一档股票赚 所以高卷之比的个股 你一定要跟着1.0同步的进场做操作 就像台中的王医生 我带他同价位的平行换股 换到金桥 从友达换到金桥 哇我们的台中的王医生 很开心耶 好那当然在7月13号的时候 1.0再上这不是新闻 娟姐还特别告诉大家 哇大力光耶 没有人看好大力光的时候 1.0就看好 而且1.0早就事先卡位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1.0的前瞻性 真的是很快很远很多 而1.0讲完之后 很多的老师都跟在1.0 屁股后面跟1.0 跟1.0讲的一模模一样样 所以其他老师的节目你根本不用看 你只要专注的看1.0的节目 因为1.0看得懂行情 而且做得对动作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将大力光光 先进光光 光联谊光那道光喷出去的石垢 有哪一支光学的个股还会涨 具有高卷之笔的个股还会涨 你知道吗 1.0都掌握得住 所以就像台中的王医生一样 他来找1.0的石垢呢 我特别看了一下他的持股 而且他买最多的就是在友达 所以我特别跟台中的王医生讲 我说友达 友达是好多好多投资朋友 真的很喜欢买的股票 但是说实在的 以1.0的产业前瞻度的一个观察 我认为友达下半年 以及明年都有景气上面的一律 产业上面的乌云 所以当时候的王医生 特别跟1.0分享 为什么他买友达 他买友达的原因是因为 他认为友达去你有赚钱 股价也表现得还不错 再加上 再加上什么 再加上他的一个配息 配的状况也不错 但是大家要知道的一件事情 当一档个股产业有疑虑 筹码开始混乱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是要让你调整持股的持股 所以我也很感谢台中的王医生 相信他自己的决定 也相信1.0 因为我说过 换股的这个决定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做得到 真的 因为1.0遇到太多太多投资人 都跟1.0讲说 1.0我一定会换股的 我资金都卡在股票上面 你告诉我哪一支股票会换 真的我叫他换的时候 他不见得他会犹豫 因为你对于你的股票 你有感情了你知道吗 但是如果你的股票 是一个渣男或渣女的时候 你就要赶快离开他嘛 但是你又眷恋 他以前对你的好 你就会想说 他以前没有这么差嘛 来到这里我还要卖吗 其实很多人都会为自己 卖股票找很多的借口 我认为现阶段要正视你的问题 而且呢面对你的问题 提出解决方案 就像台中的王医生一样 来找1.0 我帮他调仓换股 这个叫做同价位的平行换股 把他弱势的友达 卖掉之后 避开将近四成的下跌 帮他转进高卷之笔的金桥 做连接器的一个金桥 形成了一个大涨的效应 这个叫做什么 这个就叫做换股的小动作 赚钱的大关键嘛 所以同价位的平行换股 是很多人 尤其资金只有一套的一个呢 操作朋友 一个很好的选择 就关于一个换股的小动作 如何成为赚钱的大关键呢 因为台中的王医生 让他少赔了将近43万 让他多赚了145万 那我想问的是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赚钱操作啊 所以呢 心动的气息又要来咯 倍数的浪卖 你会发现到1.0 跟大家锁定的股票 一档一档跟得喷出去 就让重奇 我们请姜妈妈 在昨天创高的时候 赚钱放在口袋当中 甚至耿鼎甚至广基 都形成了一个大涨 在心动气息布局的关键的同时 你一定要知道 接下来谁会接棒 而8月份就是要让你感受到 满满的倍数获利 所以小老鼠OK一切巴巴 小老鼠OK一切巴巴 一起布局长辈古巴 都在今天的小老鼠OK一切巴巴 小老鼠OK一切巴巴 好 那当然呢 今天一样 今天的车用呢 它表现得比较弱 但是我认为车用的这个部分 它会形成轮动 因为现阶段 大家要知道主力的思维 什么叫做主力的思维 我在5月21号 我在办线上演讲会的时候 我有给我们李宁家族的家人 一份非常重要的 大户操盘五部曲的资料 而这个大户操盘五部曲当中 其中的二部曲跟三部曲 一个叫做什么 市仓打压 一个叫做洗盘 这个部分呢在 接下来的实战邻居里面 我会告诉大家 你别忘了 在这市场里面 大户主力 他们是一个能够操盘 能够控制股价的幕后黑手 所以我们要知道 大户主力在想什么 在做什么 我们顺势而动 才能够赚到最好赚的价台 而在今天耿鼎拉回来之后 你一定要知道 谁会是接棒耿鼎的获利之金 就像车用的万债 今天又形成了震荡向上 甚至车用当中的时速 今天又形成了一个震荡电高 甚至像是西盛 好 说到西盛呢 大家比较陌生一点 西盛的这一档标定呢 如果你有加入1.0的 有加入1.0的Light 8 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我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就在上个礼拜五的时候 我特别特别点名西盛这一支股票 西盛这一支股票 它是具有车用电池 跟锂电池的商机 而且经营者呢 它是非常看好这个方向的 所以为什么今天的西盛 能够形成的多方攻击的好处 所以我也特别来告诉大家 车用的这一块 趋势真的不会改变 因为政策加持的关系 因为气候暖化的因素之外 2030年之前 整个欧洲的政府 整个美国的政府 都要全面转化电动车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的一件事情 当你知道这样子的一个商机的时候 我们要去找股票市场的轮动效应 好 那当然1.0呢 今天我特别告诉我们李宁家族家人 这一档标的耿鼎 耿鼎昨天成为全市场的焦点 那如果大家昨天有看 这不是新闻的专访的话 娟姐在最后尾盘的时候 她还特别问我 耿鼎的这个位阶可不可以追 我特别说了 已经连涨了三天以上 我不建议空手的人在这里追 那第二个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下 耿鼎的这一批主力的获利资金 它会转向哪里去 这个是接下来1.0要操作的方向 所以这一批在耿鼎赚钱的大户资金 它接下来会所focus 会锁定哪一档 第一位还没有被人发现的车用个股 所以车用个股的操作 尤其是耿鼎1.0会带你低进高出 所以呢我们今天提醒我们的家人 耿鼎可以在27块钱之上 来去做一个获利拔挡 今天也可以避开5%以上的一个下跌空间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5月19号1.0率先的告诉大家 耿鼎的一个机会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车用的林涨鼓就是耿鼎 当时欧婷君还特别问了1.0说 耿鼎耶 他在做什么的 没有人知道耿鼎在做什么 但是1.0事先的掌握到 甚至我5月21号的线上演讲会 我也特别告诉大家耿鼎耿耿耿 而在耿鼎创高成为市场上面的焦点的时候 我也提醒我们的家人27块钱以上 获利拔挡 今天避开下跌的风险 所以这个就是1.0 灵活操作高出低进的重要关键 所以耿鼎的这一档标的 我们大赚最好赚的那一段 那当然万载今天又再度的攻高 他比大盘还领先打底 卷支比也高达了15% 他也是具有电动车 汽车 领主件相关的干燕鼓 甚至东阳 好 今天东阳 我盘中联系的时候 听到某一位老师说 东阳在做头了 天哪 亲爱的东阳 这个叫做头吗 量缩下跌 这里是什么 这里是机会啊 各位家人 为什么 因为东阳的卷支比高达多少 东阳的卷支比至少高达了4成以上 所以我认为每一次拉回的过程当中 你一定要知道 什么时候拉回来它是一个买点 就像6446的耀滑药 在7月16号的时候 就是这一天嘛 7月15号的时候这一天 当它跌到442的时候 我们公开的邀请你跟着我一起上车 跟着我一起买进光药滑药的这档标的你可以大赚141块钱 所以我才会告诉大家 每一次拉回每一次下跌你有没有看清楚买点的浮现呢 所以呢1.0要特别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该买什么时候该全力买进都跟上1.0盘中的指令 甚至这档标的我再说一次哦 这档标的它是低基起的 车用电子股在欧洲市场拿下了7到8成的市占率 更重要的是它是收美元的 所以有台币贬值的汇兑收益 所以我再说一次哦 这档标的低基起的车用电子股 涨了两成之够我才会公开 涨了两成之够我才会公开 所以你一定要跟上一点的脚步 因为今天这档标的也是跌的嘛 我问你跌它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所以就像呢我们散装业的李伯伯 透过换股的小动作赚钱的大关键 把它弱势的南电换掉之够 买到梗顶而且大段最好端的那一段 所以现阶段要开始检视你的持股咯 如果哪些股票不会动 跟着1.0同价位的平行换股 那最后心动七夕倍数的浪漫 1.0索马的标的 一档接着一档喷出去 纵旗梗顶广机再创新高 心动的七夕 接下来布局的关键在哪里呢 来都在1.0的小老鼠OK1788 小老鼠OK1788 我们一起来布局接下来的长辈股吧 那也预祝我们所有的李宁家作家人 投资操作胜利赚大钱 我们明天早上谈钱东升财经 再见咯拜拜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